好,来看双方的第六局 乌森巴赫开球 直接选择了去打 周星彤现在是心心爆棚啊 确实对阵乌森巴赫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容易打出那种精彩的进球 先防一杆 切一下最右侧红球的薄边 选择了一铺来勾 可能本意就是切薄边啊 这种勾左下方底带漏了 好球 尽管打得很硬 球队带开 效果也不错 篮球也能接上 嗯,这杆就没了 乌森巴赫的单杆得分能力确实不强 左边中带没有啊 被吃住下球点了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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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看双方的一个破局 又瞄长台了 好球,够准的 这几局比赛反倒是乌森巴赫的长台 比赵新彤的成功率越高 好 篮球向上的角度 登起来再吃一颗左下方底蛋 好,这干给到了向下角度 围球还是不算太难 现在球队全部都是散开的 黑球角度留直了 直接往下推 推下来右下方底蛋再吃一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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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又要掉啊 母球下方的这颗红球有一个反薄 很难了这颗 好球 这颗打进起死回生 先考虑连接一根黄球 还是难度球 右下方抵蛋 这种球不好接 就是打进你接 反球没打进 接黑球因为肯定是接不到的 右边中带漏机会 赵新彤终于是等到了 乌森巴赫拿到40分 两杆 推起来 要篮球 接下来 向上蹬起来 最左侧边裤的这一颗有角度 打红K粉把粉球稍微带一下 然后就可以连接上了 要不然钻出来接黑球也不太好接 加杆 黑球能要的 反正粉球这个角度也是活球了 好 再吃库要黑球同带 这次要粉球就可以要到 先打回点位 再吃铜蛋 黑球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把底裤的这一颗顺势处理掉 弹起来走多了 走多因为底裤红球并没有贴死 所以这一颗打的话是没问题的 多起来一点也是方便叫到黑球 力度轻了 这样流到反角 漂亮 把边裤的红球给带开 还是吃反角来要右上方顶弹 左上方顶弹是黄球有一定影响 好 进入到收彩阶段 所有彩球都在点位 不难了 现在领先19分 台面27分 打进绿球超分 现在赵心同已经是超分了 最终以4比2的成绩 战胜了乌森巴赫 好的 顺利完成了清台 比赛结束 双方握手